装修上港式 民工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小胡 很多人都說這個會不會把桌子打刮 我打給大家看一下到底這個會不會刮 大家看一下這個有沒有刮 可以仔細看一下 很多人都說用膠錘 我們以前剛開始裝修的時候也是用膠錘 那時候我們還剛開始說不經指導 後來我們有時候一直找不到膠錘去用這個台帶去 我們就發現這個比那個膠錘還好用 因為這個打的力比較大一點 可以把那個鑽給它更結實一點 而且它的壓強就沒有那麼大 膠錘是因為原本面積又小 沒有力 不如這個有力 剛才我們這個鑽石鋪的比例 我們可以站上去 站中間沒問題 我們站上去腳也沒問題 所以說呢 用這個肯定是你用膠錘 你要有優勢的 很多人都是用膠錘 可能是因為他們的地方 沒有使用這個習慣 所以說又不懂 然後呢 就感覺到好像掛葉師接受你一件那樣子 說各種各種的 我覺得沒所謂的 反正你們覺得好用就用 如果覺得不好用的 那就當我別說了 反正我有什麼方法 我就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不接受我也沒辦法 今天的視頻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觀看